我聽到業界朋友跟我說 其實我們本身的日常開支 營運開支入面 其實租金都佔了很大部份 特區政府特別施長呼籲 希望良心業主都能夠在疫情之下 與業界共渡時間 我想問家和 其實這段日子入面 我們的租金是否真的有 因為這個情況之下有下調的空間 當然可以想像中 其實這段期間有很多店舖 其實是做不住而要關閉了 這個亦是看到 其實很多一些特別旺區的地方 很多店舖其實是關門了 沒錯 這個亦是導致整體的租金向下調 如果我粗略估算 過往這一年來 由疫情開始到現在 租金平均都回落了大概22% 有些特別旺區 以及一些以往租金很貴的店舖 其實那個跌幅更大 但是話雖如此 整體經營成本 租金都是佔我們一個多大的比重 但是無奈政府就算升勢力竭地 去呼籲業主去減租 或者去共渡時間 或者我們餐飲行業 甚至聯同一些其他行業 譬如說零售業界等等 一起呼籲業主去跟我們共渡時間 去減免一些租項 或者做一些大家協商等等 但是大部份的業主都不願意 可能他看到政府一直支援一些業界 而他們還未死 所以就撐著他 大家都好像頂硬 不願意大幅下調的租金 所以導致我們一方面 就算政府有一些支援給我們的話 其實在我們拿到一些現金的支援 其實左手來右手去 即是從政府拿到錢之後 其實那些錢就交了租 究竟可不可以幫到員工呢 幫不幫到老闆可以生存到呢 這個我也有點懷疑 我經常說粗俗些說句 希望透過這些資源 透過業主能夠共渡時間 大家頂著雞頭 起碼結業潮不用像骨牌效應 我估計在接下來的日子 可能結業的情況會更加嚴峻